能不能能不能再見面 我在佛街呼呼求了七千年 當我在打火車交待熱的笑之前 當我在問一問你的臉 嗨 我是小萌 相信大家最近 不論是在抖音 YouTube 甚至 IG 都一直被這首歌洗腦 到底飾演版求佛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麼好 甚至還出現了日韓版的翻唱 那就讓我們趕緊來聽這次的節目吧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哦 飾演版求佛的飾演 其實是原唱歌手的一名 而求佛這首歌的背後故事 實在說飾演在哈爾濱時 有一位女友 因為雙方忙於自己的事業 而最終沒有走在一起 而後他的合作夥伴陳超 聽了他這段情感經歷 就編寫出了求佛這首歌 當時飾演花了200元人民幣 從陳超手上買下歌曲 並收入在專輯中 我的飾演 後來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 成功登上了無限音樂 十大暢銷金曲排行榜 要知道那個時候 傳統唱片歌手與網絡歌手 在音樂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 而許多經典歌曲呢 也是在那個時候被傳唱開來的 像是老鼠愛大米 我像你 唱著你 米香水有歌 你深深有他的香水味 是你自給的自卑 等等 而隔年二月 世妍被央視邀請演唱求佛這首歌 成為內地第一位上陽史節目的網絡歌手 之後世妍也有陸續發行單曲和專輯 但大家還是只記得他唱的那首經典歌曲求佛 之後呢他就轉戰抖音 我將連結放在下方哦 大家可以追蹤他 那求佛這首歌為什麼最近又再次活起來 就是抖音上這位求佛歌 將歌曲改為求佛DJ版 並跳琴了魔性舞蹈 瞬間吸引了大批網友的關注 連柯文哲都開始模仿出來 甚至呢還有出現其他語言的翻唱片 聽完哪一個版本求佛你覺得最好聽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這邊下面說約 我們下次見